大家好我是阿关 又来到操办手的秘密了 在今天我们要回顾2021的房地产 以及展望2022 因为现在来到12月底了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 心里有好多疑问 明天要生血 报道说要生死 而且还说要生三遍 会怎样吗 政策还会持续地打房吗 央行会再推出信用管制措施吗 明年的通膨 到底对房价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那么明年会不会实施囤房税 那么现在政策会持续地打炒房吗 有一头脑骨的疑问 到底明年的房价 明年的房地产行情会怎么走 我们在今天好好来沙盘推演 特别邀请到两位专家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邀请到贾桂林广告延展部协理 李尚华 主持人好 愿力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理财专家鲁燕丽 燕丽姐 大家好 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回顾2021 展望2022 所以我们要从2021的一些现象 我们来预测2022会不会继续发生 或者是说对2022的房地产会 产生什么影响 那我们一开始谈的是量 谈到今年的买卖动数 谈到今年的存量的交易量 其实是创下新高的 来到保守估计都有机会来到34万栋 甚至来到35万栋 这个量在明年会持续吗 不会 所以明年可能会量缩 对明年会缩 对明年那我刚才有说过 我们用时间数据平坡指数法去估计的结果 明年大概说个4%吧 但我觉得说4%大概到33点多 我觉得也合理 那个季节性的因素 把它考虑进去 第二个我们刚刚谈到了 第二个现象是 今年呢蛋白血很热 我们看到翻出率很高的都在中南部 今年是北冷难热 那北冷难热的现象明年会持续吗 北冷难热的现象会持续 所以明年还是南部热 对明年是南部热 那我可以大概 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个比较显学研究 叫做用房价所的比去推估房价 就是不吃不喝多少年 对不吃不喝多少年 然后去推估房价 我觉得这套技术其实还不错 像台北市的房价所的比 这两天有新的数字出来 然后最近有新的数字出来 大概是15点多吧 15点多 但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天花板 天花板价格 那如果是天花板价格 现在价格是多少 大概是88万 那新北市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准天花板价格 它的价格来到44万 那那个房价所得比 平均啊 平均房价 它的房价所得比大概是12点多 12点多 OK 那台中大概9点多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平均 对 那最近涨得最热的是哪 那平均是多少 台中价9点多 那大概是33万 33万 大概是33万 平均价 对 预售屋的平均价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余秀屋 对 从刚刚的88到44到现在43都是余秀屋 对 那最近涨得最热的是哪 台南高雄 台南高雄新竹 它的房价所得比才多少 才7.5倍 也就要他们只要不吃不喝 7年就可以买房子 对 如果是7.5倍 去看整个台湾是9倍的话 这三个地方 我保守估计 还会有20%的涨幅 但是你说 因为它今年涨很多 它明年还会涨 但是你说会不会在明年达到 20%的涨幅 我不敢确定 但是它有实力 还可以有20%的涨幅 所以大家认为 现在已经涨很多了 但协理认为还会再涨 我觉得这三个区块还会再涨 只是它会不会像今年 这么喷出快速的涨 那就不一定 所以你说时间不一定 对 那反过来说 你说台北 新北 台中 还会不会再涨 会 我觉得困难 不会涨啊 困难 对 因为你是用房价所得比 这个概念 去看房价 所以台北 新北 跟台中 不见得会涨 然后涨的 台北新北 台中不见得会涨 涨的反而是新竹 就我刚才说新竹 台南 高雄 或者是桃园 对因为它的房价所得比 也是在 倍是七点多 对 大概是这四个区块会涨 对 那如果你过去 在深耕台北市的话 我觉得 或许你可以 稍微改变一下策略 就是习惯 买房都买在台北市的 也许现在要开始把脑袋瓜稍微转个弯 对 也许应该把眼光放到中部以南了 对中部 现在新的投资题材要到中部以南 既然要到中部以南 那好好来 我们先从台中开始讲 但是你刚刚说台中不一定会再涨 台中 台中要看区块 台七四线 台七四线的东边会涨 那台七四 台七十四线的西边 台七十四线 所以台七十四线做这种轴 台七十四线就是过去传统的台中市 对 那那个地方可能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机会 但它的机会绝对不会比 那你告诉我台中最大的机会在哪里 公共建设 那公共建设就是像 我们说水南 所以水南有机会 水南周边 水南基茂园区 周边 对 那就是包含了十四级跟十一级 在七级的上方 十四级跟十一级的附近 对 那就是在七级的上方 可能就是说七级未来 七级未来要看哪 就是看十四级跟十一级 那我懂了 西里的意思是 台中不会在平均哪都涨了 它可能开始变成是局部变状的地方涨 那你认为最有机会涨的就是 十一级十四级水南经贸园区 那个附近比较有机会 对 现在 那其他的地方可能就不见得 其他可能还没那么快 可能还没那么快 对 那这个是由公共建设 去推动的房价上涨 它的公共建设是什么 我记得好像还有 它附近 它对面附近还有连到中科 连到中科 所以它其实整个腹地的箱 就是有一些连接性的一些题材 还蛮丰富的 所以它还是来自于产业的 没错 这是在台中 那燕丽来讲一下高雄 高雄我想比较有意思 我记得我之前来上 娟姐的节目的时候 就有特别提到说 因为那时候还在传闻嘛 那我说我掌握到的消息是 台积电一定会去高雄 因为从陈希迈的 这么多次的谈话 就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出来 它对于高雄要转型成为 一个半导体的科技中心的 这样一个聚落 我们就很明显的感受到 那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事情是 大概买盘是在 8月9月真正发酵 但是还没宣布 对那8月9月呢 总是有人先知道 其实业界已经传得很夸张了 好 那他真正宣布是在9月份 对那其实甚至包括他真正宣布之前 财经媒体都已经拿来当封面故事了啊 那财经媒体可以拿来当封面故事之前 就买盘进来了 那就跟协理刚刚讲了 蛮忽異他刚刚的说法 就是呢 我听到业界的人士跟我说的 说法是呢 台积电的员工呢 大概在300多块钱的时候呢 那应该是 已经是去年的事了啦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因为他们很就有可能有一些消息或知道说公司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营运的方向 那就在呢 台积电股价涨上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获利了结 那可能他们对一些新的投资幼顶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就去买房子啊就去高雄自产啊 那最近的买牌其实还是蛮强劲的 那有一些是去年跟前年的就已经进场的一些屋主 他们最近开架也都非常夸张 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案子是 两年前他进场的成本是800多万 他最近拿出来卖要卖1600万 当然还没卖掉啦 可是呢这个新闻 那这些太夸张了吧 可是这个新闻其实这几天大家都很热烈的讨论 因为等于是两年多还不到三年就是近赚一辈的概念 那现在涨最多的会不会是在桥头和男子 现在差不多 因为以前大家看高雄至少我这种台北苏啊台北苏 如果我去高雄买房子我也不知道买哪里 我一定是买什么农石榴啦美术馆特区 我们通常都是看最精华的地方嘛 但据说呢现在涨最多的一定要连接台积电 所以反而是过去我们可能不会去买的男子啦 头钱啊啊不不不桥头对不起 男子啊桥头这个附近可能是最近比较夯的 当然就是还是台积电的效应让大家会觉得 就是相关的附近的一些行情会未来是比较值得期待跟发展的 那再加上呢除了台积电的员工之外 就我的理解是其实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北部实力比较好的 他们也去高雄去看房子 然后有一些买卖的一些动作 所以我觉得整个还是台积电的效应比较大 所以同样的是蛋白区会强过蛋黄区吗 在高雄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所以也许将来桥头和男子 以及和蛋黄区的农十六美术馆特区的那个差距可能会拉近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这是高雄不过刚刚洗礼说了 应该还有机会再涨20%的实力哦 但是那个时间点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再 会不会再像现在这样 对能不能再明年达成 对 但是如果你看他的电话板的话 其实他还没有到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是因为我们如果去高雄买房子 因为其实也很多投客 除了台积电自己的工程师 他可能真的会下去工作 然后租给学弟之外呢 我们一般像这种在北部地区 跑去高雄买房子的人 我可能要出租啊 那我有朋友跟我说 高雄的租金水平非常低 很难租是真的吗 目前 所以如果我买了 然后我不想讲那么多水 我一放他放五年的话 这五年怎么办 我去高雄投资房子 我又租不出去 或者是租金水位又很低 头发又那么低怎么办呢 而且因为现在还在整地嘛 就是我们看到一堆官员 最近就是去台积电那块地去市场 然后还戴N95口罩啊 那至少你也要三四年之后 才会真正的设厂设好啊 大家有员工 那我现在买了怎么办呢 我觉得是要放长期的心态 所以在高雄 你不要去想租金投报这件事 租金投报率其实在台湾来讲 我觉得一直都不是重点 因为我们台湾的租金投报率 大概全台湾啦 大概是两%上下 中南部好一点 中南部大概好一点的话 会有4%多 那4%多 中南部有4%多啊 有 看你怎么样去做重新的包装跟整理 因为有些人还是会租金做的 租得很好啊 你可以三间房间 三间雅房啊 那我朋友还跟我说 你买了很难租很难租 租不出去 而且租金很少 通常就是越蛋白的地方 你的租金投报率要拉得越高 因为它的风险越大 好 所以也许我们对高雄的房地产 真的要颠覆我们过去 对高雄的想象 好 这是在高雄的部分 那台南刚刚其实谈过了嘛 所以台南也是非常好 还有上涨的空间吗 明年应该还是值得期待的 但是我还是要看看北部 北部刚刚其实谈到了几个区 也有上榜 虽然上榜的比较少 但是还是有嘛 包括央北 包括板桥 对 新店央北 好 我们来讲这两个区 这两个区其实最主要是 我觉得是脱北族群会比较多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是在台北市工作的 对 因为台北市房价真的太高了 像我们之前 之前我刚刚跟各位报告 一户平均要三千三百多万 对 然后 平均一户平均要三千三百多万 你的支配款可能就要一千万 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 受薪所得 对 买得起 但是央北它的总价产品 还有江翠它的总价产品 就设计得非常好 大概就是三十几平 然后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万 那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万 你可以选择的地方 其实如果你在台北上班的话 你可以选择的地方其实不多 所以大概就是央北 还有就是江翠 所以它没有超过两千 有超过两千 但是不多 不多 对 不多 所以它普遍都在一千五到一千八百万 对 一千 然后有个三十平也不错啊 对 然后那边的产品 大概就清一色 就是三十平三十五平 然后就是适合这种 手购 然后自助的课程 我说央北啦 那江翠最近发生了一个比较 比较奇特的现象 就是投资客变多了 江翠投资客变多了 对 像我们说 所以你才会说换约率也蛮高的 对 所以我们就说 如果以台北 以整个新北来看的话 几乎是没有什么换约的区块 但我觉得江翠比较例外 江翠比较例外 目前大概有两成 那是因为江翠的房价还相对是 相对低哦 它现在平均是多少 好 我们看 现在江翠的房价平均大概是五十万 五十万 对 那 现在讲的都是预售 对 预售 平均大概五十万 那土城的房价现在多少 我们土城 四十几了 土城有一个暂缓重划区嘛 好像房价一平要四十五万 也四字头了 五根正 我们接的案子一平要五十万 对 开价要五十万 所以土城也看到五字头了 对 所以这个会让我颠覆我以前 就是做市场的一个观念 所以如果土城五字头 那板桥五字头那就真的太便宜 很便宜 相对 对 所以我就颠覆我以前 就是颠覆我做市场的一个观念 因为一环区的房价 新北市一环区的房价应该是会比二环区的房价要高嘛 是 现在居然是五五坡 所以 那就会凸显一环区的投资价值了 对 所以你会觉得江翠它是有投资价值 它是比较便宜的 啊 所以为什么 翻桌率呢 北部呢 最高的其实是在央北重划区和板桥的新江翠重划区 像你说像央北重划区卖得很快啦 你说但是卖得很快 平均卖一户大概要两三天的时间 不像南部是零点一天 零点一天 那个我统计出来 其实我看那个结果我也吓到 对 因为但是实价登陆 它的登记日期是不会骗人的 对 那它呈现的结果就是 它几乎就是投资客 我说南部地区 对 几乎都是投资客在 在做预收屋市场 好 那既然我们谈翻桌率 谈到翻桌率最热的那些地区 可能投资客多 但同样的它的热度因为够热 它的交易量够大 有可能把房价再继续往上推升 但这些都取决于现在还能够换约哦 那我们刚刚有谈到明年 我们既然要谈明年嘛 明年假设内政部真的就是雷厉风行 说预收屋不能换约 因为现在还在演你 还不确定 假设明年就推了这样的一个方案 或者政策应该怎么说 那对于整个预收屋市场 会造成什么影响 那些投资客多的地方 是不是就马上小红会不会 预收屋禁止换约 因为现在是在演你嘛 对 那如果明年真的这个政策上路呢 我觉得对新竹台南高雄 会有一些影响 新竹台南高雄 这些就是投资最多的地方 对 投资最多的地方 因为通常 但是内政部要上路 也会有一个预告时间 比如说从8月1号开始 从9月9号开始 哇那投资是不是在那之前 就会开始故隆出手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观点 就是说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假性需求他要不要放出来 对 就是台积电那批人 他的财务值得够 会不会因为不能换约 他就提前抛售 他的财务实力怎么样 对那我刚才有举例嘛 像2016年的投机需求 全部都短期投资 所以假性需求全部出来 房价下跌很多 对 但是这一波的话 我会稍微乐观一点 我会认为因为台积电 他们的实力会比较好 所以就算内政部 推了这个政策 我就看他们撑不撑得住 但是我觉得他们撑得住 他们撑得住 我觉得要看就是 那批假性需求 有没有推出来 但是就不会像今年 这么狂热了 对不对 不会像今年 所以热度就会降温 对热度就会降温 如果真的推这个政策的话 这个热度确实会降温 所以投资多的那几区 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刚刚的说法还是不变 就是说 如果你用房价所得比 他仍然有上涨的实力 他仍然有上涨的实力 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可能没有办法 在明年达到20%的上涨空间 但他可能就是还涨 或是先稍微跌一下 然后再还涨 但是你说 如果是在台北新北 我觉得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本来投科学不多 本来就不是为换约来买的 对对对对 那台北新北影响就不大 反而就是刚刚协理所说的 新竹台南高雄 如果这个政策真的上路的话 所以明年几个变数 我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刚刚我们所谈到的 明年很有可能 会有新的打房政策 那如果上路 预售屋不能换约的话 那对于现在投科比较多的地区 可能会有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问一下升息 明年肯定是会升息 美国会升息 那美国现在点证图显示 美国有可能会升三次 这块会在明年三月 也就是他那个减债 到明年三月会结束 那减债结束之后呢 他就会开始推升息 因为昨天巴尔也讲得很清楚 一定要升的 只是到底明年会升几次呢 他没有讲此 但从点证图来看就会可能升三次 那台湾过去的经验是 美国升息我们一定会升 只是我们会比较慢 我们可能会慢个三个月 或者慢半年都有可能 但如果明年三月美国升息 我们最迟我在评估啦 九月我们也会升 明年九月 半年嘛 好 那如果我们升息 对于房地产 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这也是明年的变数 我来补充一下 因为目前看起来 明年升就算升四次 那一次一码 三次就算三次好了 三次 三次的话 0.75% 其实那对 全顾就是0.75% 对那对 我觉得对一般高资产族 或者是刚刚讲的 组合工程师来说 我觉得一定可以承担的过去 好 那只是呢 按照美国目前的状况 应该不只升三次 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明年可能是三次 但后年可能还会再持续再升 明年三次 后年三次 对那没错 好 那如果说是 那六次 六次我觉得大家就会有一点点压力 对 所以呢 真正的抛售潮 如果有抛售潮这件事情的话 应该会是在明年的下半年 或者第四季 甚至呢 因为要看这个FED 它的最新的一些决策的动作 所以看得出来就是 应该是明年下半年或第四季 或者是后年的第一季 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卖压 那如果说你有自助需求 我觉得趁这个时机一点 去找便宜 抢便宜也不错啊 因为总是会有一些影响 就是房价会跌了 不然怎么能够 会有一些些的修正 升息的压力 会影响明年房地产吗 因为这是 我们眼前看得到 一定会发生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影响会有多大 就是美国升息 台湾一定会升息 那是早晚的问题 那升息的影响 因为以前我还有印象哦 我年轻的时候 利率有那个十几%的 以前有过买房子要付十几%的 景气好的时候 利率是往上 景气不好的时候 利率是往下 但到底是 利率往上的时候 景气好的时候 你要买房子 还是利率往下的时候 你的负担金 你要买房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说利率对于房价 到底有没有影响的概念 那其实我们就 那像这几年是因为利率低 所以房是好吗 那其实我们做过 大概拉了这20年的 时间数据图来看的话 其实利率 短期间对于房价是有影响 但长期间是没有影响 是没有影响的 对因为它的关系其实不明显 对因为大家通常会直觉的认为 利率低的时候应该买房 但是不要 但是利率低的时候 偏偏是景气不好的时候 对利率低的时候 就是景气不好的时候 所以通常我们是在利率高的时候 景气好的时候我们买房 有没有这个概念 我觉得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种概念 而且会不知不觉的 朝这方面去做 所以如果明年升息的话 当然一定会短暂的修正 对但是短暂的修正 它是代表景气是好的 所以不要怕 当然刚开始要怕 但是 刚开始要怕 但是我刚刚其实我有说过 如果你观察最近这20年的房地产市场 台湾房地产市场大概只有三种情况 刚刚说过 还涨 暴涨 跟修正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修正 对 就像2008年 金融海啸 对 它可能短期会做修正 对但绝对不可能暴跌 我觉得你看这么久 看这么久的趋势 没有暴跌的趋势出现过 就是修正 那修正完 修正多久 顶多一季两季 然后又缓上 所以它通常会乘一个V型 不会乘一个L型 也不会乘一个U型 它是乘一个V型 所以它下来没多久它就会上去了 对它是一个V型不是L型 也不是U型 如果升息在短线上真的在购物者 在系列上形成压力的话 那反而压回可能是一个好的买点 对 买卖房子不想被骗 请指明实价登录 完整揭入到门牌的房仲 永庆房屋宣示 为提供卖方完整成交行情 保证退服务费 先诚实再成交永庆房屋 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换句来就是说 照协定的说法是 升息这件事呢 不会影响到房地产的趋势 至少从中长线的角度来看不会 但会影响到什么呢 影响购物者你的财务结构 所以你反而应该要去算的是 升息之后 如果你不能只算升息一码 假设他就真的给你升了六次 那你就要先预算咯 假设升了六次 假设0.75 0.125才是6码 如果带一千万的话会有压力 那你就要去算一下 一旦升了六次 你的本利摊 每个月要付的钱 利息有多少 北京有多少 你能不能承受我觉得这个对购物者来讲反而比这个房价更重要 对 到底你能不能负担你不要算得很紧很紧刚刚好 然后一升息你就冻没掉了 那这个就真的要注意了 好这是影响明年房地产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是政策 第二个是国际的升息趋势 那我回到国内 跟利率息相关的是选择性信用管制 12月份又推了一波新的选择性信用管制 现在是第三户房贷成数更低了 对本来是5.5折 现在是进一步下降到4折 4成 4成 对4成 所以这是第三户 那前两户有影响吗 前两户 我不确定 要猜一下新闻 所以目前还没有细节 我还没有看到央行的细节 但看起来就是 他又要管多户屯房的那群人 所以在这个信用上呢 他开始又再度紧缩了 至少你买第三户的朋友 你可能贷款的成数又会再少 又继承 那你要多付本金了 多付投款了 那对市场的氛围会影响吗 或者买期会影响吗 还是那个是第三户根本不要管 那群人根本就不会有影响到 其实说不会有影响骗人 真的吗 台湾能够买第三户 或者买第三户的人很多吗 其实像今天央行的政策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客户打电话来问 就说合约方面要怎么来变更 各位知道吗 那个客户就是第三户 因为我们签合约的时候 都会把贷款成数都写好 对 那会打电话给我们的 就表示他可能会受到影响了 他可能会受到影响 他可能会有压力 对那我们还有部分的豪宅 那可能我觉得他的压力可能 受伤影响就大了一成多不得了 对 那这就跟囤房税的概念一样嘛 反正多户的到底 很多人在讨论 因为明年有可能会实施囤房税 这是另外一个变数 那囤房税和选择新信用管制 针对多户者的管制 到底对房地产市场会不会造成影响 我觉得会 还是那一群人其实就是少数 应该这么说 就是刚刚写的也讲得很清楚 其实现在很多是投客在买卖 特别是中南部 那你说投客要不要用到信用方面来做一些 杠杆 当然是要的嘛 对那所以呢 其实这一次的央行的第四波的打房 我觉得对买器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 那特别是我们听到的一些消息是 2022年政府应该还会有进一步的打房的措施 那不太确定到底是什么 外传是存房税 对外传是存房税 但听说也有可能在贷款的陈述进一步往下压 也就是从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选择新信用管制 对就是 因为这个其实它都是包裹在一起 会选择新信用管制会影响到的通常都是多户 你买到第几户 第一户第二户它通常不至于 因为第一户呢 首购族怎么可能影响你嘛 第二户呢 竟然是换屋族 因为我可能要换房子 不可能刚好衔接的刚刚好 我手上有一间还没卖掉 我要去买第二间 那我就可能会有两户贷款嘛 如果它连第二户都打 那就会被骂翻了 所以那我连换屋都不行 所以通常会是第三户 那第三户就多户的 不管是选择新信用管制还是囤房税 打的都是这群人 对所以我才说 我的判断是一定会有影响 那主要是因为呢 我觉得政府还是想要年轻选票啦 选举年又来到了嘛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一直在说 那个房价涨不停啊 就是那些人啊 买了好几间啊 买了三间还要再买啊 对 所以打这群人 年轻人觉得最开心了 对那只是说我们不确定 到底囤房税 2022年会怎么走啊 但是看起来就是 目前政府对于打房的决心 看起来像是完真的 只是不太确定他的细节到底会怎么做 嗯 来写你呢 囤房税是地方税嘛 它其实就是房屋税的加成 那如果按照台北市政府过去实施豪宅税的话 对于压抑房价 他们像我们张静的老师 他有做过相关的因果关系分析 囤房税确实对压抑房价是有效果的 会有效果 对所以说像高雄或是像台南或是像其他县市做囤房税 我觉得会有用 对于房价压抑效果会有用 对但是问题就是你政策的执行度到底可以到哪里 对像 因为它现在没有总归户 所以它会分开 比如说如果它是三户 那假设你在台北有一间 台中有一间台南有一间你不会被打到 你不会有囤房税的问题 但是贷款会有 因为贷款它连金它会整个查出来 因为你在这边有房那边有房 你已经是第几户贷款了 那在贷款上你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是囤房税的话 假设你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话 就不会有影响 据说还没有总归户 我记得应该 我不知道啦 还没有总归户 确实是还没有总归户 还没有总归户 所以它是这样 比如说我在台北 因为现在台北已经实施囤房税 只有台北实施 那台北现在如果你有三户 第三户以后你的那个税率就很高了 现在目前实施只有台北 还有我印象中是宜兰 宜兰也有 还有连江县 我记得 那连江县因为影响的层面太小 所以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 其他地方都没有 而目前因为它是地方税 所以它还没有总归户的概念 所以可能你在台北只有两间 你不会被磕到囤房税 但是你在台中有五间 台中没有实施 那将来如果连台中都实施了 假设你是分散在全国各地 没有在某一个城市集中三户的话 一般也不会受到影响 对 我刚刚说的意思就是说 像囤房税是郝龙兵那个时代 它做的 雷厉风行 我只能说雷厉风行 那对于豪宅真的是有影响 但是各位记得 科并上任之后 囤房税被打折了 对 完全被打折了 但它还是有做了 只是它面上之前 所以现在 所以如果是台北市的囤房税 对我们豪宅来 以豪宅观点来看的话 几乎没有影响 因为过去如果 过去在豪宅宾那个时代的囤房税 大概是总价的千分之一 如果是两亿的房子 大概要付两百万的囤房税 不得了 也不少 很多 现在不一样 现在你大概一亿的房子 你的囤房税大概就二十几万三十万 所以对于那些高资产族群来看的话 如果你的囤房税没有彻底执行的话 就跟台北市走到现在这个样 其实我觉得 就还好 我觉得就还好 因为它那个趴数不高 对趴数不高 好 所以影响明年房地产到底是涨是跌呢 有几个关键的因素 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提醒我们电视机前 网络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包括明年回升息 第二个呢 包括明年的打房政策会不会更紧缩 会不会囤房税 会不会再度的信用管制 或者甚至于预收物不能够买卖 有没有可能会新的政策上路 持续的打房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 我们都要讨论是通膨到底有多严重 那通膨影响到的是原物料的成本 这个部分会不会再持续转嫁到房价上 这也是明年会影响到房价的重要的关键 包括整个国际的氛围 疫情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明年 那至于台湾本身呢 北冷南热的现象 以及台积电的效应 刚刚协理说了 应该会持续发酵 他认为中南部还是有再涨两成的实力 只是这个时间多长 不一定 所以我们最后再谈谈原物料 通膨的压力 来燕丽 通膨到底有多严重 因为今年很多人告诉我 房地产不可能跌了 你光光看那个营造成本不得了 他说甚至有可能 之前克林的到今年赔钱在卖房 对没错 赔钱在交屋都有 他说也有种情况 甚至我有个朋友说 他算一算 他其实他是一个内服的建商 他说他之前克林很开心 结果他陆陆续续先来交屋 他算一算其实没有赚 只是没有赔而已 那他那么大的建商都没有赚 那很多小建商想营造商 有可能是赔钱的 那当然 就是其实我认识了几个建商的老板 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形成 现在有些案子说先见后寿的原因 也是因为这样 对 那更不要说我们举刚刚男子的 那个情况来说好了 像今天男子又有土地拿 就市政府有土地拿出来飙售 又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一直之前娟姐讲过 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 就是说你那个面粉都涨价 你面包怎么可能不涨价 而且面粉的始作用者还是政府 对 没错 那所以呢 再加上其实目前看起来 我的预估是 因为美国2021年的CPI 是4月份突然跳上来的 6.8 对 那目前看起来 CPI是9点多 没错 那目前看起来 应该在2022年4月份 可以获得一点舒缓 因为你是基奇的一个关系 可是你对照到台湾的话 至少通膨在2022年的第一季 还是蛮显著的 那既然在2022年第一季 还是很显著的话 我认为啦 就是所有的原物料的成本 还是这么高 那房价应该 反应在房价上 对 没错 那我也分享一个 最近遇到的一个状况 我一个朋友 上个月买了一间玉秀 中小道路附近买 6000多万 然后他说呢 要交屋之后要6年 我说怎么可能 要六年 要六年 对啊 除非他地下室要挖 很深很深 不是 要挖到B几B7吗 不然怎么可能 不是 他说是因为现在找不到公园 就是什么水电师傅啊 然后电焊工师傅啊 都找不到 那他就去问了建商 工园都去帮台积电盖床 对 他说现在电焊工园呢 就电焊师傅 他们原来的薪水 是一天7000块好多 现在7000多 现在大概是12000到13000之间的水准 所以就是所有的师傅都在缺工的情况下 你想想看如果人工成本从7000涨到12000 然后钢筋水泥全部都涨 然后运价又涨 对不对 有很多进口的材料 如果你是盖稍微高档的豪宅 那个运进来的公共那个航运成本也不得了啊 所以通通都涨价 对那反应在房价上面就是欲小不易啦 好所以通膨的压力也是明年非常重要观察的重点 不过刚刚讲到找不到工人 房地产现在很夯 听说虚才恐急 你们现在跟很多学校合作吗 还是 对我们现在跟文化大学的土地资源系有做建教合作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必须要走上专业 我们必须要有本科系 对所以 还有证照现在都一定要证照 对一定要有证照 因为它的交易太大了 对那过去大家会觉得房地产业在卖房子 专业度可能不够 会把房地产业跟保险业跟卖车子混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观念应该要改 可是我们就像是银行业的理专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证照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专业 对所以像如果以我们公司来说的话 就每年大概都会有七十几个小时的教育训练的课程 对那我们还会主动的拨出经费 让员工去自行学习 去进修 对我觉得进修 所以那现在跟文化大学的合作是他们的 建教合作 刚开始先建教合作 他们有什么样的科系是很适合你们的 土地资源系我们喜欢 对都市计划系我们喜欢 都市计划系 还有商丸系我们喜欢 对他们要来我们就 他们要来我们公司实习 我们筛选之后 对然后如果合格就直接进到我们公司 那现在包括 对不起 那你们会要求他们有证照吗还是 证照一定要考 一定要考对 但我们的证照大概有两张 一张是营业员的证照 一张是经纪员的证照 那营业员的证照是一定要拿到 那经纪员的证照 那它就是一个国家考试 可能会比较难 但目标就是一定要拿到 但如果学生可以考取证照 然后再到你们公司任职 其实这个过程 就是储备干部 哦 对就是储备干部 那你们还可以奖学金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 对啊 因为虚材恐急 所以我们要设立 我们在文化大学设立一个奖学金 你说五万五大概就是全职 全学期奖学金 对啊 它不用付任何的学费 所以它考到证照的就有机会拿到奖学金 就拿奖学金 然后直接到你们公司任职 这很棒 因为我想这个行业还是需要心血 然后需要专业的人才 需要更多人加入 然后给我们更多新的方向 因为我们每次在投资房地产 或者买房地产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很多 我们不懂 包括阿关自己 虽然已经买过那么多房子 我还是有很多搞不清楚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专业的经纪人 能够帮我们就像你说 就像一个领专一样 给我们更好的建议 就是一种portfolio的概念 那也能够让交易更安全 对 所以在今天我们回顾2021展望2022 我想我们对明年的房地产 开始有一些新的概念 而且我们也知道 哪些是影响明年房地产的变数 希望在让所有观众朋友 投资或者是买房地产的时候 能够有更多思考新的方向 好谢谢 谢谢协理 也谢谢燕丽 谢谢 谢谢 超饭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 打开小铃铛哦 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